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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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 我是鍾敏寧 歡迎大家收看《聆聽主聲》 今天是1月14日 今天的經文是《路家福音》 第2章41節 至52節 題目是《我應當》 聖經說 每年到如月節 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 當他十二歲的時候 他們按著節旗的規矩上去 守門了節旗 他們回去 孩童耶穌 營救在耶路撒冷 他的父母並不自動 以為他在同行的人中間 走了一天的路程 就在親屬和熟悉的人中找他 既然找不著 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 過了三天 就遇見他在殿裡 坐在教師中間 一面聽一面問 凡聽見他的 都稀奇他的聰明 和他的應對 他父母看見 就很稀奇 他母親對他說 耶穌說 我兒為什麼向我們這樣行呢 看啊你父親和我 傷心來找你 耶穌說 為什麼找我呢 豈不知我應當 以我父的事為念 什麼 他所說的這話 他們不明白 他就和他們下去 回到那薩勒 並且順從他們 他母親把這一切的事 都存在心裡 耶穌的智慧和新娘 並神和人 喜愛他的心 都一起增長 由初生嬰兒到孩童時期 耶穌在什麼時候醒覺到 他的身份和使命呢 至於我 我又何時知道我是誰 並且我的人生目標是什麼呢 而你又何時知道 你是誰 和你的人生目標 又是什麼呢 猶太人的男孩子 通常在13歲 就舉行成人禮 之前 父母要負責系統 在道德倫理及宗教上的發展 孩子在成人禮之前 是無需為自己的行動行為問責 但之後 他要為自己的所有行為負責 亦可以完全參與信仰群體的活動 能夠在會堂裡讀經祈禮 能夠出席所有的節期慶典 包括在贖聚日裡禁食 我猜這是耶穌十二歲時的成人禮 他在逾越節的聖殿禮儀中出席 我猜在那幾天 耶穌開始更豐富地知曉 他是神的兒子 就是要成就 舊約語言的尼塞亞大君王 他要做以色列和外邦人的光 他的統治是公義和平和公平的 他的名字 耶穌或是約書亞 意思就是拯救 而他也擁抱他的使命 或者他領悟到他就是神的如月節羔羊 就是那個將要被宰殺的 好養那些被他的補血遮蓋的人 能夠得以活著 他在聖殿的老師們之間受教到三天那麼久 清楚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這個震撼性的信仰經歷叫他聚精會神 一共三天那麼長 因此他地上的父母在三天之後找到他 他只能夠這樣回答 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嗎 當時猶太人絕不會稱神為父 這算是不合而也不尊重 若十年後 當他對猶太人公開地說 我與父緣為一 他們就差點拿石頭打死他 因為他們以這個為淺網的說話 他們說 又為你是個人反將自己當作神 所以現在只有十二歲的耶穌 已經稱呼神為他的父 十分奇妙 他很快就已經學習到他的身份和使命 他三天不在他地上的家人和親族當中 配合了他後來三天在墳墓中 馬利亞如今先上十字架的悲劇帶來的焦慮 不久之後敬虔的老人 世面的預言就要應驗了 他說過 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頭 耶穌受難之日 他的哀傷是如何的黑骨銘心 耶穌跟他地上的父母回到納塞 雖然他們不太明白耶穌 耶穌也順從他們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 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 都一起增長 就算是尼塞亞 都要在靈性上 知識上 和身體上成長 就算是基督都要在敬拜上面 與人際關係上面成長 耶穌傳言是人 也都傳言是神 他漸漸地體驗到 如何實踐他的使命 這就是他經常祈禱和禁食 並與神獨處的原因 他時刻藉著聖靈與天父溝通 在地上的時候 他是一位標準的人 他抑制像神一般的才能 又順服地上的權兵 因為天父將地上的父母 猶太人的祭司長 和羅馬的官員放置在他之上 他守十戒 聖子也不在律法之上 如是者 他成功地完成他的使命 就坐在天上父神的右邊 替我們代求 因此我們敬拜他 服從他 又繼續活出我們的使命 我們要找出我們 真正在基督裡的身份 才能夠明白 我們在地上的真使命 現在我可以回答 一開始的時候問的問題 你呢 你又何時知道你是誰 以及你的人生目標又是什麼 我盼望你早日找到 願主祝福大家 明天見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視頻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一下響鈴圖標 你們就會開始收到 每天上傳的視頻通知 謝謝